大家好 今天为大家带来香港老片《荣尸奇案》 警察发现一具被融化的尸体 经过调查发现是个28的空姐 警方推测这是一起情杀案 并且控制了一对嫌疑人 这对嫌疑人就是死者的前男友小郑和现任女友小米 小曾是一名社工 去看望小米时就发现小米想要自杀 这时小曾劝住了小米 并且小米告诉小曾自己想要自杀 是因为和自己男朋友小郑闹分手 这就引起了小曾的注意 小曾因为自己的处境和小米相似 因此决定去男子监狱看望小米的男友 去到之后小曾怒骂这个男人 告诉他怎么忍心对小米这样呢 这时传来消息小米受伤了 现在已经送往医院了 小曾劝小郑去劝一劝小米 小米好歹也是他女朋友 男人总要有点度量 可是监狱的小郑抱怨着告诉小曾 就是因为自己总是放纵着女人 才会沦落到今天的地步 为什么小郑会这么说呢 因为在几年前呀 小米在工地的时候仗对不上 少了几千块钱 因此小郑便帮小米把钱补上了 一段时间之后小米遇到了小郑 因为老公出轨 小米便一直待在小郑的家里不走 像小郑的老婆一样 洗衣做饭做家务 小郑发现这个女人并不是爱自己 而是想用自己来报复自己的老公 说到这儿 小曾对这个男人生起了同情之心 借这个机会 这下小郑告诉小曾 自己很喜欢自己的前女友 并且也没有杀了他 自己是被冤枉的 小郑请求小曾去找一本 前女友生前最喜欢的书 并且将这本书 烧给他死去的前女友 在这一天小曾遇到了自己的男朋友 发现他竟然已经结婚了 伤心欲绝地跑去监狱看望小郑 小郑的安慰让小曾慢慢陷入情感的漩涡 因为此时小曾已经没有地方可住了 小郑让小曾去自己的房子里面住 之后小郑使用各种手段 骗取小曾的感情 终于小曾沦陷了 在监狱里面和小郑结婚了 并且对小郑说的话深信不疑 在这个之后小郑向法庭申诉 法庭上法官的各种证据表明 小郑是一个复兴汉 女友有很多个 每个女朋友都是用来利用之后便扔掉 但是小曾丝毫不相信 最终小敏承认自己是杀人凶手 小郑被无罪释放 再次之后 小郑是一名警察 同时也是小郑多年的邻居 他很了解小郑的人品 小张告诉小曾 小郑叫他烧掉的那一本书里面 有死者的账户和密码 小曾此时才明白 小郑是个真正的渣男 到此我们不得不感叹 小郑的心机之身呀 好了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吧